主席有请部长 请严部长 我也好 部长、里长 刚才委员也提到了 这个有关福利的问题 如果说军公教 或者老百姓是一致 我当然乐观其成 请问一下 为什么民间 包括我们地方政府 召开清洁队员 击破头 我们也看到电视了吧 为什么我们国军招募兵 没有人 或者是极不理想 请问部长 什么原因呢 我们有一些诱因 甚至于待遇 还有一些福利 所以我想 你刚才讲的是对的 就是我们在诱因上面是不足的 所以今后我们对军公教 如果说完全按照一个标准来 招不到兵的时候 变成国安的时候 大家都有责任了 我们今天很多的宣传 也要值得修正了 昨天在政府会我也讲了 我们常常在外讲说 83年以后值得兵 不要来 不要来当兵 这个观念在过去是可以的哦 但现在来讲是吧 应该是说 哪个家的孩子能够来当兵 这是我们要鼓励的哦 所以这个宣传应该是 完全应该朝这个方向去走 否则的话 招不到兵 那是国安的问题哦 部长是不是啊 所以本席认为我们有三个要求 三个要做到的 第一个 就是全民要有共识 也就是说 国安的问题 大家要承担 不是说这个不给 那个不给 美军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你们要将这些东西汇等起来 要让我们的长官知道 要让我们全民知道 不要只有你自己闷在那里 在那里讲 没有意义的 第二个 就是我们 要政府要有决心 话一话说 该给的待遇要给 该给的尊严要给 第三个 是国防部最重要的 你自己要争取 你不能够今天是你冒泡 明天让你出问题 你怎么样让人家去 对你们的形象好转 所以我想这三个要 缺一不可 部长你认同吗 是 谢谢委员知道 我们这就终于要改进 其实我想 我最关心的还是木兵制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跟退部会 有没有绵密的结合 统一的讨论问题 提出你们的需求 他们给你们什么答案 有没有 有 我们继续在 很多问题在研讨 各部会 对我做一个沟通协调 我想这个是非常严肃的 也非常严重的问题 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如果说你们不能够快马 加鞭的赶上去的话 这个问题时间 马上转眼就到了 而且没有办法补救的 是 我也公开的讲了 你不要到时候战车出不了银门 军舰开不了港口 没有办法对国人交代 对不对 把委员不会 不会 你如果不到我讲的做 绝对会 所以我们这都是按照委员 这个方式去做的 应该不会 我们一定要很务实的来面对 是 是 务实的来面对 好 我们谈谈 我们这个有关国军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先检讨一下 在座的我们很多都是 国军的高市单位 也都是我的老战友 我给你们看看 我们实施了 所谓的金石案 金金案 金翠案 这些案 我本来也都参与过 但是我们检讨一下 看看我们的结果 我们的高市单位 我曾经在 总咨询的时候 也问过部长 我们有没有 校图这些 我们有没有 一些打装便印的 事为你来做 我们有没有 检查高市的层次 我们有没有 加坏我们的部队 指挥速度 我们有没有 校图所的繁忙案 我们的战备训练 有没有回过到 我们的本物 这都是我们要思考的 要面对的 好 下面 我们看看 我们经过了这么多类研 我们的高市单位 有检吗 各位 我的答案是没有的 是不够的 两套人马 怎么样能够做 最合理的运用 要注意到 当年没有改进以前 是庞大的参谋本部 跟瘦小的部本部 在军事案 这个军事案开始以后 国防两法成立 这个改进以后 现在变成了 两套人马 所以这一点 我提供大家参考 我不在这里 去跟你细节讨论 下面一个 再看指挥成绩 我们指挥成绩 它的军权高层 充实基层 有吗 你的基层有吗 你的军团只有两三个联兵里 那是金氏基层吗 你的高市单位 一个都没有减 那是金氏吗 大家要勇敢的面对 各位 如果你不勇敢的面对 战斗部队没有了 作战谁来做 下面 金氏案以前 金氏案以前 一个军团四万多人 金氏案以后 你只有一万多人 那你高市单位 有没有按照这个比例去精简 我希望你业感单位 包括我们战规师等等 你要面对 你不能够给平均分配到 基层让它去做 打中边信的生活理责 如何打 是你高市单位要做确认的 你不要给这些问题 都弄到下面去 下面按照来讲 齐头平等 最后才到那个 不能讲话的 没有讲话的人 没有讲话的单位 没有讲话余地的单位 他被减了 你这样子减下去以后 部队没有战力的 部长你认同吗 是是是 非常严重 我要很坦诚的告诉大家 非常严重 我们要勇敢的面对 六十万的国军 四十万国军 二十万国军 指挥结构是不一样的 你要面对 只有三分之一的部队 你应该要有 怎么样的指挥节度 千万不要变成 平战不在指挥链上的单位 我想这个问题 必须要勇敢地面对 平时跟战时 如果不在指挥链上 这就是无效的部队 无效的结构 你要勇敢地面对材料 否则的话 你怎么样精简呢 你预算从哪里来啊 你高市单位花的钱 当然比七十年代花的钱多嘛 我们常常讲 你用人费已经到达了 最二分 加进二分之一的比例了 对不对 是 那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个状况 千万不要碍一群面 我期盼 我们要有绵密的检查 打装边讯的思维理则 打什么样的仗 觉得他继续去的 你用什么样做阻担兵力 怎么样配比自己能做的武器是什么 自己不能做的武器 外购能不能买得到等等 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不要统统推得下去 你完整的推划以后 教育部队 让他有信心 能够达成任务 再往其推展 这才有意义 不要分配下去 平均分配 每一个人都考虑到 我到哪里去 你这个部队就闪掉了 部队就闪掉了 你要让他每一个人知道 我未来有一个地方去 就行了 我会给你妥占的安排 就行了 当年我们不是做金丝安 就是这样做的吗 所以我希望 我想我们业管的单位 今天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做这个沟通的观念 好 我们谈训练 各位想想看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所谓的这种 募兵制的兵四年 但是我们训练的时间 你不如以前三年的兵 因为你的力压是多了 你可以用的时间不够了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值得我们检讨的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不好再跟大家 再做详细的报告 不过我想 耳后我们利用时间 要专报 我们要好好讨论这个问题 谢谢 Michelle кого敏 也溃 De Transform 好